放下自在網友說 網友說聽都沒聽過 我播都不知道播了多少次 這真的從不放棄 其實今天我本來不是打算播他 我本來打算播唐哥葉振堂 你有沒有打算去看他這個 當然有啦 告別嘛 那你買菲美 喜歡紅館 今天可以買了 我正想回去買 我呢 我剛才想去買 我準備買了 不買光了 不是 誰知道好多位 哦 幸好 接著呢 我姐姐跟我說 喂 不用買 我說為什麼 他說要扔出來 那些黃牛 我搞錯呀 告別演唱會開一場 不是啦 都要去 你的人都不是 那我呢 喂 我覺得真的要看 我沒試過在紅館 葉振堂一個人 沒有 沒試過 葉振堂以前為什麼開在紅館 為什麼呢 你和其他人有 80年代的時候 其實最紅的時候 是8123年 代表香港 那時候我不知道 10年代 那時候都沒有紅館 他真的去紅館 834年開始了 他就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我所印象中呢 他開了醫館 什麼九展 那些是很多的 荃灣的 但是紅館 是 我覺得他也值得的 我看他幾次都在醫館 但是我覺得他也值得 是有一次紅館 演唱會的 但是呢 我打算留下明天才播 順便說說故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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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是的 أنا 我不會為了 我車能拳 哈哈哈 老鼠 老實說 我怎麼去看車能拳 那個那些很貴的 很貴的 動家也有多少錢 那樣 然後 我真的不能想,而且這次最貴888,最貴388,但是最便宜,但是不能選擇位,所以今天我多淡定,我打算選888,他給我最後一張,我是不是買5800好呢,但我買5800,他給我最後一張,我買3008,而且他其實,你知道現在的演唱會,他888由第一行去到好多行都是888,那你見到選擇位,你5800只剩下好人少了, 但是他有3、4行,每邊算夠義氣,最好有提款機,做嘉賓,會不會呢? 隨時有啦,我見到這陣子的POMO,我見到這陣子的POMO,什麼夏韶星啊,陳潔玲啊,譚穎倫啊,接著什麼街街,就是中年好聲音啊,什麼龍王亭,他多的, 因為他這麼多年了嘛,他做什麼? 那時候是跟他一起合唱,我不知道是跟他合唱一些經典,做一些碟,籌款的, 因為他的眼睛不是很方便啦,給那個什麼愛比斯啊,怎樣的那些, 那你剛才說的那些名字可能都會,因為他們,因為他們那些是六七十年代的歌廳都認識的嘛,那些,譚詠琳啊, 可能很多嘉賓啊,我真的會去看啊, 好了,剛才那一集又從不放棄,鄭小秋的,為什麼會突然播這個歌呢? 因為今天我看了一個,在Facebook看過一個,日本看過一個故事的專頁, 就介紹了這個人,那我這個人當然啦,他的故事,只不過是云云中生裏面, 在努力為自己前途的,那麼多云云中生之中的其中一個,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我來不來,我很喜歡說這些故事,這些例子故事,因為呢, 特別是這幾年,他們在香港負面的東西太多了, 有時候呢,我經常覺得這些例子故事,無論是電影也好,小說也好, 或者在現實裏面,我們看到一些人呢, 彼極大來,苦盡今來努力之後,得到一些, 未必是真的很大的成就, 但是他自己個人來說呢, 那麼我們都覺得很值得鼓掌啦, 你不能夠,就是這些是名啦,是能力啦, 你不能夠預期,個個都是孫密家, 什麼什麼奧蘇里雲啊, 說再大一點,說要去到湯哥老師再大一點,我們去做教宗, 或者你不能夠預期的, 就是好像我們看生活日常啦, 就是逆左廣絲飾演那個, 清潔工, 那麼他都可以活著女子, 一片天地,那個是不是什麼成就呢, 有些, 你可以很覺得是的, 都是啦, 你可以很覺得是, 是很講你過人的, 但是更多人, 在到那個階段, 我們都不會覺得是一個什麼成就的, 階段之前, 其實就有很多, 艱辛的嘛, 在那個, 你排除萬難, 是吧, 有時候都不要說到自己, 有沒有放棄, 就好像我說過個人自己, 那些人說, 那時候這樣這樣這樣, 現在這樣這樣這樣, 其實, 我真的沒有你們想到那麼多事情, 好像上次, 誰要訪問我, 我真的純粹, 那我要養家, 我有老婆, 有一個兒子, 真的兒子, 有老婆,老母, 我有養家, 我就要做, 所以我沒有一天停過, 這份工, 生意做生意, 輸了, 不要緊要, 就找工作打, 喂, 很難堪, 那麼難堪你也要吃飯啊, 那你不是怎樣, 那你說,哎呀, 真的好, 拿起房子低, 哇, 我連這些都沒有想啊, 因為我真的要, 我要賺錢, 我要, 我家要開飯啊, 我又不想坐在家, 讓我老婆, 我老婆, 我老婆都看到啊, 那樣子, 這麼大的男人, 為什麼想到這麼複雜啊, 但是原來, 你只要, 繼續向前走, 你終於有出道的, 我經常覺得, 好了, 今天要介紹, 這個橫濱, FM, 即是橫濱, 的龍門, 叫William Pop, 我們叫做威廉, OK, 這個William Pop, 其實真的在日本, 都不是說很知名, 很出名的, 但是, 因為他在三年前, 2021年的4月25號, 即是今天, 正正是三年前, 他, 出了一場賽事, 然後, 寫了一個網誌, 那個網誌, 於是乎令人注意到, 這個, 其實出道了好幾年的, 第一次打J1正選的William Pop, 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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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場, 在2021年4月25號, 在棋育競技場, 就是普和, 對大分的J1, 第十一輪的賽事, 大家要搞清楚, J1, 即是, 不是什麼英冠, 那些就等於英超, 很簡單, J1的頂級賽事, 那我今天, 我在做這些的時候, 就是, 看見他們這些, 順便順手, 一定是有一個習慣, 看看日本的職業員賽, 那個制度, 其實他都分到七級, 他億多人的國家, 那你要想一下, 是啊, 英國那五六千萬, 六千多萬人, 他都分到七級, 八級, 很多級的嘛, 那你就明白, 為什麼日本, 你承認不承認, 其實他是亞洲, 如果連同平均水準, 和那個, 即是足球的發展, 觀眾, 世界杯又不能入八強, 但是你都要承認, 他是亞洲, 已經要執牛逸了, 好了, 那陶和, 在賽前, 就為他的龍門, 西村州, 舉行, 在J1上陣, 五百場的儀式, 哇, 這個西村州, 你想一下, 一年, 你可能是三十幾場, 追列嘛, 你要超過十年, 還要是正選, 你才可以達到五百場, 而有趣的呢, 他的對手, 即是大婚隊裡面的, 龍門, 阿威登博, 即是今天的主角, 阿威廉, 就是, 經過九年的努力, 第一次, 在J1, 做正選, 嗯, 就是一個是, 慶祝五百次, 一個是第一次, 就是相應成罪, 這個威廉呢, 身高一百九十二cm, 好身材, 東京都出生, 在東京V的清訓, 梯隊成長, 即是小時候去踢球, OK了, 於是乎, 就入選了那些, 就是訓練班, 可以這麼說, OK, 一級一級, 你可能去到U8, OK, 可以上到U11, 開始到U14, 14, 的時候, 就很考驗了, 你是不是跟外國的水準一樣呢, 是不是有機會成為職業, 成為學童球員呢, 好了, 2013年, 他19歲的年, 就被提升上一隊, 咦, 還可以啊, 跟很多年輕的龍門一樣, 根本就沒有上陣的機會, 在三年的時間裡面, 只踢過一場J2的比賽, 即是第二級階段, 三年後, 即是2016年, 威廉呢, 就被借到, 旗浮隊, 又是J2的, 踢了四場, 沒有下文了, 2017年, 又被人借到去, 川崎FWord, J1的, 不過, 在川崎那裡, 全部, 從未有過上陣的機會, 不過, 在練習的時候, 教練覺得他都有一些潛質, 於是乎, 球櫃結束之後, 就給了一張合約他, 在2018年, 就正式加盟川崎, 應該是川崎獨賣, 不過, 在全盛期的川崎, 威廉呢, 是第二龍門, 也不能做, 第三龍門, 也未必有份, OK, 為了有上陣的機會, 在2019年, 他又開始借到其他球會, 首先, 在大分, 即是剛才我講三年前, 那場賽事, 他做了一個高木俊的副選, 但是, 踢了一年, 其實都是在杯賽上陣, 而已, 到了2020年, 又被人借到, 那時候還是川崎的, 但是就借了給他江山, 就是J2, 威廉呢, 終於有機會成為政選門將, 但是他是J2, 踢了40場, 累積了一年的經驗之後, 最後, 川崎也是賣了去, 千多年都是借來借去, 買到哪裏呢, 就買了給J1的大分值, 在2021年, 即是4月那場第一次上陣, 那場賽事之後, 他在網上, 就寫了他的blog, 就說, 沒有放棄, 真的太好了, 其實就是這一段blog, 引起了外界對他的, 或者我對他的注意, 他說, 自從踏入職業足球世界之後, 威廉說, 他曾經試過跟小學生, 跟初中女生一起練習的情況, 他說, 這些制慾, 其實都是自己招來的, 武員人, 那些水平不夠, 而且還有很多更加難堪, 更加難為情, 令他沮喪得要死的事, 但是為了那些放棄過去, 當他是死蠢的人, 還以顏色, 我相信, 每一個人, 網友在心靈裡面, 都會被人嘲笑過, 當你是死蠢, 只要多餘餘, 就看你怎樣, 你自己去報仇, 當然, 有些人說, 看我死蠢, 就是死蠢, 其實這樣也是一種態度來的, 做人不是一定要有動力的, 但是他不是那種, 他說, 那些放棄他, 或者他想, 看他不起的人, 那些顏色, 他一直努力掙扎向上, 的鬥志, 是從無識滅的, 他在網上說, 其實, 影響他最大的, 在生命裡面, 就是他媽媽, 也是最感激的人, 他說, 他是叫William Park, 你可以猜到, 他肯定, 我老爸是, 真是外婆, 老爸是美國佬來的, 但是, 應該他沒有寫, 恥亂中氣, 所以他在單親家成長大, 媽媽為了要代爸爸去還債, 又要養他和姐姐, 他曾經跟他說過, 因為家裡太窮了, 買不到一箱新手套給他, 他就做龍門, 看到兒子一直用爛的手套, 令他很難過, 但是威廉, 他說他從來沒有抱怨過, 因為他知道媽媽一直以來的艱辛, 為了可以令她, 可以繼續踢球, 可能要給錢, 他每天見到媽媽, 早上三點鐘未夠, 就在麵包店上班, 一直做到十一、二點, 但是無論多累都好, 一個禮拜做了七天, 多艱辛, 都仍然下午的時間, 回來會主定些便當給他和姐姐, 照顧到他們兩個, 他說, 只是因為他見到這個人耐力驚人的媽媽, 這個生活維持了十幾年, 所以令到他在職業生涯裡面, 他都不會放棄, 當精神狀態到極限的時候, 他一想起媽媽, 那十幾年他們的照顧生活, 他就能夠堅持下去了, 然後他在網頁裡面, 最後就寫, 在跟著的日子, 我會證明給大家聽, 只要不放棄, 總有一天會有好的事情發生, 那次他第一次, 2021年的4月, 為大芬, 第一次在J1的賽事上陣, 跟著之後, 他在2011年, 14場J1的賽事, 第二年, 他就加盟了這個丁田, 都是J2而已, 都是浮沉, 沒有這樣一份封信, 這些最厲害的, 丁田, 去年, 就在丁田, 贏了J2, 升了升班, 但是最後階段, 就被這個福井光輝, 就搶回正選門將, 所以他季後, 他又轉投了, 橫濱FM, 丁田集圍, 好了, 今季, 他就終於成為了, 橫濱FM, 即是這個紅白藍隊的正選門將, 如果在J1之外, 在ACL, ACL我想是一些, 背彩, 不知道什麼, Cup, 亞洲那些, Asian Cup Lead, 屢舊險球, 包括在四強賽事裡面, 對衛山, 衛山就是南韓衛山, 在PK線裡面, 最後一球, 就成為帶領球隊晉級決賽的英雄, 他在賽後說, 去年最後階段, 我坐在J2的板凳上面, 但即使在艱難時期, 我仍然要相信自己, 只要繼續努力下去, 就可以有一條新的道路, 我的足球員生涯, 一直都是這樣, 從來都沒有順風順水過, 都帶著強烈的信念, 為自己開拓道路, 那一對球隊有四個龍門, 但只是一個人可以上陣, 所以作為龍門, 一定要相信自己, 還有要珍惜每一天的練習, 每一天的道過, 自從我19年離開了川崎之後, 由於在川崎, 我知道了什麼是真正的頂尖水平, 我一直都很努力, 希望可以追上, 甚至乎超越那個水平, 所以在這五年期間, 我每天都很努力, 最終我能夠打到這個舞台上, 實在很感動, 老實說, 當然是一個時間還沒踢的, 還沒踢的, 還沒踢決賽, 老實說, 這當然是一個成績, 你想一下他這麼浮沉多年, 十年時間, 去年還在這個最後階段, 被人搶走那種證書, 但是我覺得, 我看回一些資料, 原來William Pock, 他曾經代表過, 日本人的18個門將, 出賽簿的, 我現在看到, 他有沒有機會, A隊去試一下他, 是吧, 就是, 日本的龍門, 上大世界盃, 我覺得都... 但現在不用什麼靈目採染 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有機會呢 因為近年 你提供在橫崩打到阿冠 打到阿冠 入決賽 是不是應該吸引多到日本隊的留意 應該會 因為你本身 我看原來什麼 朴吉恢 高丘 楊庭 一心醇 都在橫崩那裡出來的 這些曾經是名將 所以說這個世界上 其實是沒事的 各位網友 你只要 都是那句是難的 在艱辛的時候 就像現在的大環境一樣 這樣停下來 你也會向前走的 時間不僅僅的 好了 今天我們不是廣告 也有新的環節 有禮品送的 但是在最新環節之後 我要播一張照片 我先播一張照片 這個真是仆街 我回應 這個不是混蛋 這個是William Park OK William Park 明尼智 這個 UP1611的賓士 就這樣看 明尼智的混蛋 是啊 這個不怕慘 我是沒有做Fact Check的 是我有網友傳給我的 怎麼會不敢前一點 傳給我的 這個混蛋 就是在我昨天說的新聞 在一個廣珠澳大橋 死火的Carolvin 拖人家拖車來到 然後放飛機 每個人就是這個 蛤 可能他有兩輛車 或是之前那輛車 是有Bang C 之前那輛車很容易起的 是 你說這是不是混蛋 這是慣犯來的 他拍這個位阻礙著人 全科類類的 老實說 你不怕抄牌不要緊的 我們開車的人 哪些路可以擺放 你一看就知道 你擺放前一點 就已經人家夠位轉 就是 你那些是混蛋 你解釋 他原來真是一貫如此 他不想理人 那人想事 我比較便宜 我比較便宜 他還以為自己很便宜 這個Carolvin 是混蛋 好 休息一下 多謝 可否 超了 強度 不活 恐怖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